哎呀 你说这黑钥匙怎么就这么难挖呢 用钻石搞得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拿到一块 又抽鱼鹰呢 我记得以前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无限来刷黑钥匙的 后的岩长怎么越来越少了 不过无所谓了 黑钥匙够用就行 甘蔗也收获了那么多 总算能合成一本书了 先要把甘蔗变成纸张 全部合成了吧 毕竟现在这个阶段 对书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 我记得书的合成配方 是这样摆放的 哦 还有 合成书还要必备物品 皮革 这样一想 我似乎还得杀很多牛啊 不管了 暂时合成一个附魔台再说吧 哎 这个讲台是什么东西啊 哦 那还是下次再说吧 当务之急啊 是合成一个附魔台 哎 总算得到附魔台了 看看放在哪比较合适 到时候啊 周围还要放很多很多的书架 我要找一个比较宽敞的地方 嗯 那就是这样了 终于能进行一些低级的附魔了 回去拿一些青鸡石 冲呀 没有书架的附魔台属性可真差啊 还是先不给钻石装备附魔了吧 把铁石工具附个魔意思意思吧 身上的铁甲都快被棍子给打烂了 嘿嘿 反正铁定多 去合成一套全新的铁甲好吧 土豪万家表示无所畏惧 给全新的装备附魔才感觉不亏嘛 虽说没有苏架加持的附魔台属性并不是太好 可是我们今天的目标啊 就是要变得别人看我们的时候 花里胡哨的 哦 总算是附魔完了 赶紧穿上试试看 哦 对了 不知道这个版本的盾牌能不能附魔 哦 果然不行 唯独盾牌没有附魔的话 总感觉缺点什么 算了算了 就先这样吧 然后顺便把铁膏也给附魔了 回家睡一觉 你怎么回事啊 又睡我的床 算了算了 你睡吧 我睡外面好了 小甘者 快快长 只有你们长大了 我才能合成书架 算时间啊 早就对高阶附魔极可难难了 哦对啊 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做书架的话 皮革也是地质格少的一件物品 牛儿们 过来开饭喽 小绵羊走开 不能给你吃的 你们都不掉皮革 要你们有什么用 终于结束了这忙碌的一天了 哈哈 我现在浑身一闪一闪的 是不是像极了花里胡哨的菜鸟 MC快要被我玩成换装游戏了都 哈哈哈哈 嘿 你居然和送货上门 刚好的皮革不够用了 哪里跑 打开习惯视频 点击头像 进入个人主页 点击我要加入 加入我的粉丝团 加入成功后 将获得粉丝团专属新章 然后将获得粉丝团